看看新闻榜 随如白隔開你不再問 不懂珍惜姿勢 每每看著我傷心 指引你空掛我的旅行 對你最不震撼看見了都不同心 愈何在淒淚雪的對白身 遠一生一世說了都沒有發生 思想要永遠退回頭 每一個痛苦眼色 寂寞相中的淚漾 謝謝 恭喜你其實一定要過關了 那現在在舞台上留下你 炫白自信的笑容三連拍 來 準備好 一 二 三 好的 想問一下做兵願意 在第一時間接下面去嗎 先留點水面吧 先不說 咱們來看看這個來自花城的姑娘 十六個男生看過來 你最欣賞哪一位 是這位嗎 好 那你再選擇一個你不心意的男生 好 可以看 來 男生們第一印象如何 女嘉賓我想知道我那個 我用廣東話說我的名字怎麼說 是K-Han嗎 K-Han K-Han 好 那個八號男嘉賓其他 我有個要求 我想聽您唱好指不見 那個詞我記不住 我先唱 然後您再那個唱給我 好好好 你會不會突然的出現 你會不會突然的出現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們要唱到什麼時候呢 破壞意境了 為什麼刻意地要讓她唱這首歌呢 因為 就是因為您是這個開歌廳的 然後 開歌廳 我什麼時候開歌廳了 蠻喜歡聽她唱歌 沒有辜負你的期待吧 女嘉賓 你好 你好 說心裡話 你普通話不是很好 然後呢 我想問一下另外一個問題 波斯王子 用廣東話怎麼說 波斯王子 波斯王子 您假的還可以 豆子 藍莓 多謝 藍莓 多老師 你覺不覺得 一個外國人在舞台上 三番兩次地說我們的嘉賓 普通話不好 就是 這是一個挑戰 過延續啊 相對而言來講的話 女嘉賓 你好 我感覺你穿著和歌聲 都比較成熟 有點像我媽耶 你有這麼誇一個女人 嫌得老了嗎 您喜歡成熟點還喜歡 我挺喜歡我媽的 你可以說 長得像你媽媽年輕的時候 比我媽媽年輕的時候漂亮點吧 好 讓我們再通過一張VCR 進一步了解一下 請看大部分 大家好 我叫陳樹斌 來自美麗的陽城廣州 我是一名護士 和普通的護士不一樣 我是在手指裡面配合醫生 完成各種手術 當我看到帶著病痛的病人 慢慢地恢復健康 走出醫院 心裡面有種摸大的欣喜和成就感 我從小就喜歡舞蹈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去接觸 直到讀大學的時候 參加了藝術團的舞蹈隊 慢慢地從基本公開地學 直到後來成為舞蹈隊的主幹 畢業工作後 我已經常會去健身房 練練舞 這也是我唯一的二號 到目前我的感情經歷是空白的 以前有許多聚過我的男孩 但是我不喜歡他們 就拒絕了 也有我一見親信的男生 可是當時對方已經有女朋友了 我又是一個比較被動的 怕受傷害的女孩 宣言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沒有向對方表白 今天我來到這裡 我想找到一位成熟踏實的男生 他又有自己的視野 有職任感 疼自己的女朋友 我不喜歡小心眼 不愛乾淨 特勞叨的男生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夠美 來 我們再分開這張報告 去不了幾天 我是中山大學畢業的 而且學的是護理的本科 現在在醫院做手術室的護士 有車有房 把跳舞當健身 戀愛零次 沒談過戀愛 因為外貌而拒絕追求者 現在後悔了 喜歡東北男人的豪爽大氣 希望能夠盡快的結婚 我對東北男人特別著迷 台上還真有東北男人 因為外貌而拒絕追求者 有追求你的人 你嫌人家不夠漂亮 就讀書的時候 那男孩蠻優秀的 然後後來就因為長得醜 就拒絕了 大幸你已經說你現在後悔了 那你等於說現在你認為 即使長得醜 你也可以去交往 我現在比較注重一個人的內行 對 來 請提問吧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還覺得挺有趣的 你是因為外貌拒絕他 解決這男人到底有多醜 醜得雲開霧散 石破天津的那種嗎 能讓你就是 放棄他優秀的內涵 就直接這個把它踢掉了 以前小不懂事了吧 覺得找個帥男朋友挺挺好的 後來覺得結婚還是又適合 對 那個我是東北男人 其實我覺得 就你喜歡東北人 除了大氣以外還有別的性格嗎 就有一說一啊 還有就是什麼事都不用我想啊 在座都會證明我就是這樣的人 具有這樣的優秀品質 對吧 不要互瞎 東北人 我發現小勇 我不知道你到底去哪了 為什麼你臉皮是越來越厚了 我實在搞不懂 不開玩笑一下 因為我想問個問題 你說就是 因為這個台上東北的 就只有小勇 齊翰 還有我 就三個東北的 如果讓你選的話 你會選這三個中誰呢 選你啊 為什麼要 那個因為你挺帥的 謝謝 怎麼覺得有點勉強啊 不是我覺得 完全跟你剛才說的話 是相反的 你說你現在後悔了 不是 你因為外貌已經拒絕了人家了 你是喜歡有內涵的人嗎 對 你不改了嗎 但是我發現他們都是挺有內涵的呀 男嘉賓 你好 你要希望男生很帥 然後又要很男人 但你可以說一下 你有什麼特質 可以吸引到一個男生嗎 我覺得吧 我身上最大的優點 就是我很適合搭老婆 就是我會對我喜歡的人 以她為中心 包括她的家人 還有就是比較善解人意 很賢惠 很賢惠 對 謝謝 好的來 交流告語段落了 在男嘉賓們翻牌之前呢 我要問一下 蘇冰願意在這個時候 截下面具了嗎 還在等等吧 在等等 在等等 很含蓄 好的 來 男生們 你們會為這位女孩留牌嗎 準備好你們手中的按鍵器 3 2 1 請選擇 結果有點出乎意料 現在在你的身後呢 有三位男士在為你守候著 你還可以提出三個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會主動翻牌 來 第一個要求 會因為父母反對戀情的男嘉賓 請關牌 會因為父母反對而放棄的男生 對 準備好3 2 1 請翻牌 三位男生都很堅持 沒問題 下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學英語沒有過六級的男生 請關牌 這也是個條件 好 來 準備好 3 2 1 請翻牌 已經有人翻過去了 剛剛誰翻過去了 好 13號 朱里 兩位翻過去了 這很重要嗎 現在國家都對四六級考試 都不是那麼看重了 我喜歡文科好的男生 那你自己英語好嗎 文科好嗎 挺好的 也挺好的 對 來 我們繼續提出最後一個要求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 不會打碗球的男生請關牌 最後這一位 但願會打 來 如果你不會打 準備好 3 2 1 請翻牌 很可惜 牌都翻過去了 那下面呢 蘇冰你必須要截下你的面具了 來 3 2 1 請見面 蘇冰 你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按鍵前按住一個號 你還願意選擇這個人進行表白嗎 可以換新衣的男生嗎 當然可以 我想換9號 好 劉碩 請出列吧 讓我們聽一下他能不能打動 劉碩 您好 剛才在台上就是跟您簡單地溝通了一下 但我就是您身上就是有我特喜歡的東北男的那種氣質 還有就是 你特喜歡鮑文是嗎 我會慢慢嘗試去喜歡鮑文 因為我覺得只要是我喜歡的男孩 我會為了他去做任何事情 我相信我不是您所就是 能夠就是說親信的那種女孩 但是我希望我真誠地 能夠讓您給我這樣一次機會 去了解你 沒有談過戀愛的陳蘇冰 真的像一張白紙一樣 她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向你表達 她的意思很明確了 也許當女朋友 劉碩可能看得不太習慣 但是我一定適合你做太太 會生活 會溫柔 能包容一個男人 甚至會喜歡您所喜歡的鮑文 劉碩 因為 剛才我通過跟妳的了解 因為妳最開始的時候說 還是因為一個男孩的外貌嘛 然後拒絕了他 因為我自認為我就是不是屬於帥哥那種 也不是屬於花樣美男那種 我是屬於就是我感覺我是屬於 你是屬於有內涵的 不是我認為我就是外在呢是屬於就是 就是我感覺定位就是很爺們的那種 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妳是在廣東是吧 對 然後我唯一能接受的兩個城市就是北京和上海 我很喜歡北京 我很喜歡北京 我可以為了妳去北京 還是 不好意思 就是沒有太多那種 就是能讓我心跳的感覺 這是很主要的一點 特別主要的一點 好 謝謝 謝謝劉叔 請回座 她用東北爺門的直爽回答的素兵 雖然是一個不太滿意的答案 不過老師我發現一個問題 我特別想跟妳交流一下 我覺得就是他們會不斷地完善自己 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完美的女神 或者完美的老婆 可是男人需要的好像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他們似乎跟我們女人一樣 需要的也更多的是懂得和欣賞 是這樣嗎 我覺得男女之間交往一定是 對彼此感興趣 並且懂得彼此的心思 而不是只是懂得我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我希望以後對男生也不要都拒絕 咱們也可以按照這個什麼樣的方式 跟他先溝通 也許這個男生雖然是豹子 他有豹子又有這受傷的時候 他希望跟你去交流跟你去溝通 對 要把男人當作廚藝 用心地去鑽研 用心地去品 或許有好的結果 祝福你 再見了素兵 沒有那麼容易 每一個人